多輛警車高速狂飆 衝到美式賣場裡 民眾報案有人鬥毆 快打部隊 十多名警力短短 幾分鐘就抵達停車場 遠景穿防袋背心腰上 還有配槍 就像在拍警匪追逐電影 但現場根本沒人打架 警方吵傻眼 到底怎麼一回事 他擋我車 我要過去他擋車擋我 這起糾紛發生在高雄 古山區的美式賣場裡 年前民眾財賣年貨 停車位搶破頭 黑色休旅車先到 發現有車要走 前方等待排車位 但後面白色休旅車 似乎想截胡 黑色休旅車二話不說 直接倒車 而乘客立刻排車窗 人肉占車位 最後兩名駕駛都下車 爆發激烈爭執 在遠景了解過程 並進行溝通 說明各自權利 雙方並未提高 美式賣場搶停車位 互嗆太激烈 其他民眾誤以為再打架 警方火速趕到排擠糾紛 雙方各自離去 暫時不提告 虛經一查 記者金線中王 書宏 高雄報導 互嗆太激烈 殺死警方的 充分 可